首先感謝大家來參加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舉辦的夏日旅展 這個規模一年比一年大,這不簡單 台北市在發展觀光業的時候三個原則 國際化、在地化、產業化 當然我們希望它不是只有國內的旅客也有來自國外的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,越在地化才有國際化 因為如果一個外國觀光客,它下飛機沒有一個很特殊的感覺 知道說我來了台北 根據其他城市一樣,這個台北就沒有特色 所以後來我發現,越在地化才有國際化 另外這個產業化,不然我們在賣的是一個傳統的文化 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,還是要跟得上這個時代 讓它有一個新旗感,它才會一來再來 所以我們在實體與虛擬的整合,雙向並行 那鏈接跟跨界也要一起合作 所以在台北市,30分鐘內可以洗溫泉,可以看海 全世界好像沒有幾個地方可以做到這樣 所以台北市非常多元,它不僅在文化是多元,它在地理環境也相當多元 因此我們在台北市的觀光發展,不然我們有米其林 推展米其林的美食,但是像溫羅丁的這種巷弄文化 反而也是另外一個亮點 所以不管怎麼樣,公司協力 我每次都講說,政府不會比業界更了解市場 所以如果開闊台灣的旅遊市場,有賴這個業界的努力 那政府是協助的角色 那就讓我們公司協力,一起讓台灣的旅遊事業越來越發展 好,祝這個博覽會順利成功,謝謝大家 謝謝,謝謝柯市長的支持